天下只有养生之道,没有长生之药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萌老师 养生厌与有云,血管易毒百病缠身 长期缺血缺氧的话,还会发生软化、坏死 并引发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 像是心脑血管不通等等 所以血管健康有弹性,是人体健康长寿的保证 一、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如果你比较注重养生的话 你可以选择每天早晚喝一杯山楂泡水 山楂泡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有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 因为山楂中还含有丰富的黄桶类物质 常用山楂来泡水喝,既能清除血管中的毒素垃圾 也能避免出现胆固醇脚高的问题 也能避免出现动脉中央硬化的情况 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 二、补充营养 林奶奶年轻的时候,家里经济并不富裕 以前在餐馆工作 为了省钱都是吃烧饼 就着餐馆的剩菜 这样时间长了,身体的营养跟不上 身体渐渐吃不消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出去工作了 林奶奶家里条件也好了起来 老人家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会开始补充一些营养 生一些像《本草纲目》里提到的含有 野桥麦 东桑叶的 野桥东桑叶叶 乳化分解血管壁上的纸质斑块 使血管一直保持年轻有活力的状态 人也就显得格外精神 就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一,头尾穴 头尾穴是位于头侧部 当额角发际线上0.5寸 头正中线旁开4.5寸 这个血位是比较好找的 而且按摩起来也非常方便 用双手食指在两侧血位连续按压十次 间隔两秒做两组 每天按摩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改善面部与头部的血液共咬 起到提亮肤色 紧致肌肤的效果 二,阳白雪 眼睛正是前方时 阳白雪就位于瞳孔的直上方 眉上一寸 先将双手用温水洗干净 搓暖后 利用指腹按压前额 阳白雪 慢慢的点击按摩 力度可以由轻到重 自己掌握 速度缓和 不要太快 按摩三分钟左右 阳白雪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增加营养物的滋养 缓解眼睛疲劳 干涩等等眼部疾病 同时可以淡化眼睛周围的色素沉着 去斑除黑眼圈 同时可以起到除眼角皱纹 去浮肿的美容效果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 撒个抗衰老的小常识 第一是尽早开始练瑜伽 瑜伽是一种很滋养女人的运动 可以通过练习瑜伽 帮助身体排毒 增强容忍性 第二是要减少盐分的摄入 高盐分的饮食方式 会让你的皮肤更快速的衰老 干扁长皱纹 第三就是不要熬夜 就算要熬夜 每周不要超过两次 春季鼻炎的发病率非常高 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 自己难受 别人看了也不舒服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招 可以防治鼻炎 第一鼻翼两侧揉搓法 大拇指弯曲 关节内侧脚顶住精明穴 往下拉到营香穴 再从营香穴到精明穴 来回搓动十几下 鼻子就通气了 第二掐揉手大拇指 脚大拇指指甲脚两边 那鼻子不通气是阳气不生 把大拇指指起来 在指甲脚两边的地方掐一掐 鼻子立刻就通气了 注意两个大拇指都要按 如果长期鼻炎留黄臭鼻涕 这往往存在 啄音不降 可以加上脚的大拇指 同样两边都要按一按 往下降 第三拍摆会 跺脚法 如果掐揉大拇指这个方法 还嫌麻烦的话 直接把脑袋伸过来拍 拍摆会生阳 一边拍摆会 一边跺脚 拍摆会阳气升起来 跺脚引脱气下行 拍摆会一次 跺脚一次 一升一降 鼻子就通气了 如果想保持身体健康 必须首先按照春夏秋冬 四时气候阴阳的运作来做西 今天教大家一个床上八段节 练好后提高体力 精力旺盛 让你百病不生 床上八段节的口诀 就是按摩头颈 扣持鼓速 花眉揉眼 耳鸣天鼓 韵臂 跌腰 身筋斑足 双通气海 丹田运转 具体做法就是 一按摩头颈 双手掌掌心搓热 两手从面部中间 轻柔向上浴面 到前额分开 向两侧擦下 一上一下为一次 如此搓手反复浴面三次 然后按摩颈部 手到头部后面后 手要向前用力 头部不要动 二扣持鼓速 口微闭 上下牙相扣 做扣齿动作 有节奏的连续扣三十六下 三刮眉揉眼 双手拇指放在太阳穴上 两手食指终结 放在太阳穴处 有眼眉向两侧向外刮 刮九下 四 耳鸣天鼓 双手掌 掌心搓热 两手心 劳工学 对准两耳清贴上 后快速放开 反复三次 五 运臂见腰 右臂抬起 掌心放在左肩上 左手握拳 拖在右肘下 揉按左肩 三十六下 六 身筋斑足 双手向前 身体前倾 但不要伸直 不要勾 不要弯 两肩 不要前倾 随呼吸向前 手到足部时 脚用力 向回勾 如此反复 三十六下 七 双痛气海 两手重叠 放在气海穴上 以气海穴为中心 顺时针方向按摩 慢慢地转九圈 八 丹田运转 双手放于呼吸 起伏处 没有固定位置 双手重叠 慢慢下移按摩 这样按摩 三十六下即可 耳为踪脉之所聚 十二经脉 接通于耳 通过各种方法 刺激耳朵的经络 就可以激发身体的潜能 调节脏腹机能 改善健康状态 有效地止住许多的病痛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套 耳保健操 先护搓双手 直到微热微红 以达活血通落的功效 揉耳朵法 伸出双手 食指中指 拇指 揉外耳阔 从上往下 两分钟 轻重视野 以耳部微热没夹 拉耳法 右手插腰 伸出左手 食指 拇指 用力夹住耳尖 往上拉五次 夹住耳阔 往外拉五次 夹住耳唇 往下拉五次 每次维持一到两秒 再放松手指 摇耳法 伸出双手 食指 拇指 拇指 捏住耳朵中部 顺时针 逆时针 咬耳朵两分钟 叠耳法 伸出双手 将耳朵上下 折叠十次 点耳法 伸出双手 左右食指 分别伸入左右耳道 转动散下 然后轻压 并快速拔出 重复十次 压耳法 伸出双手 双手手掌 用力压耳 突然松开 反复十次 做耳操时 一定要提前修剪指甲 注意动作轻柔 以防损伤耳部 胶嫩的软组织和骨膜 那耳朵是我们人体 最神奇的一个器官 上面有上百个血位 和脏腑反射区 耳穴既能治病 又能养生保健 那掌握了耳朵 就是抓住了健康